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第一讲讲的是左传里面的 左传里面选了两篇 左传这个书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们教材的第五页 第五页下面有一个简单的对左传的介绍 这里面大概说了左传的性质 它就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 教材上面都有 关于它的书名 以前叫左式春秋 汉代改称春秋左式传 后来简称左传 至于它的作者 这个有很多的争议 一般相传左传是春秋末年的左秋名 来编段的这么一部史书 当然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 他是一部战国初年的人 根据一些史料来编软成的 这么一部专门的一部史书 跟传统上说的 为春秋作传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差别 这本书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教材的第二段介绍了它基本的内容 这部书的体力是按照12位国公来编的 一共是有12公 就是隐环 庄敏 西文宣成 相招定哀 一共有这12个鲁军的 12个鲁军 左传这本书 它的史料价值很强 教材上也都说过了 阅读古书 我们有时候要利用古著 左传最重要的古著 最主要的 历史上最重要的 大概至少要举以下两部 一部就是近代的杜玉做的集结 也就是春秋经传集结 这样一部书 有时候也简称杜著 另一部就是唐代 孔颖拿等人做五经正义 其中包含春秋左传正义 就是在进杜玉著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左传的内容进行诠释 叫春秋左传正义 那么我们教材所选的左传的内容 所依据的完美 是教材上第六页的开头也说了 是依据的四部从刊 所用的讲试藏本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我们今天来研读左传 大家一开始读 可能觉得有些地方也比较尖色 有时候需要一些基本的辅助的读物 这里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种 教材上已经说了 杨伯俊先生的春秋左传注 这一本是流行比较广的一部 辅助阅读左传的一部很好的读物 春秋左传注 中华数据出版一共有四册 其余再给大家提供两部左传的词典 就是一部是杨伯俊和徐提两位 编短的春秋左传词典 另外是陈克炯先生编短的左传详解词典 这个你要想了解左传里面词的用法 一共出现了 大概是出现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用法 可以去参考这两本书 另外对左传的译文也有专门的书 有好几本 其中比如这两本 一本是杨伯俊先生的学生 杨伯俊先生写过一个左传诗文 中华数据出版 另外杨伯俊徐提两位先生 也有一个白话左传 月露书社出版 这个都可以找来参考 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参看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篇选文 郑伯入许 这一篇是选字左传的 尹公十一年 大家应该课前都做过预计 我们就直接来看课文 我们的教材里面 把这一篇选文一共是分了五个字栏段 我们就是在这里用一二这样来标示 以便大家来对照教材来看 第一段是说 下公会郑伯于来 谋伐许也 就是说这个尹公十一年的夏天 夏季 这个鲁国的国君也就是尹公 会郑伯于来 在来这个地方与郑伯相会 谋伐许也 就是策划 公伐许国 策划这样一件事情 第二段说 郑伯将伐许 五月甲臣 寿兵于太公 公孙厄 与盈考书争车 盈考书 携州以走 子都 拔吉 以竹之 吉大魁 伏吉 子都怒 这是写的很精彩的一段叙事的描写 我们来看里面的一些要点 大家的意思是说 郑伯将要去 因为是前面已经说过了 鲁颖公要跟郑伯的国君 一起来策划 攻伐 或者说讨伐许国 那么这个郑伯 郑伯的国君 也就是郑庄公 将要去讨伐许国 在五月的甲臣这一日 授兵于太公 那么郑伯举行了授兵仪式 授兵就是颁发兵器的意思 就是把原来藏在太庙里面的兵器 颁发给军事 那么古代一般把兵器都藏在国家 很多的都藏在太庙这种地方 如果是有战争 有兵士的时候 就将兵器颁发给战士 等到战士结束 再将兵器收缴回太庙 所以这里授兵 指的就是颁发兵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授兵于太公 这个大相当于我们在很多的其他文献里面 后来常见的这个太 就是这个大就是太的骨子 那么在这个授兵的过程中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事情 公分厄与银考书征车 这个公分厄与银考书 我们教材上都有著 是郑伯的两位大夫 这两位一起来争夺战车 银考书挟舟一走 这个银考书大概觉得争不过公分厄 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把这个车的一个部件 叫舟的这么一个部件 就给搬走了 搬走了 然后这个就就就就就跑了 搬起这个舟就跑了 我们一会具体来看这个舟和走 子都拔己以足之 这个子都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公分厄的字 它是自子都 左轮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是在同一段里面 很近的文字里面 前面称一个人 称的是他的名 后面可能称的是他的字 这个人物关系要搞清楚 子都就拔起己 这个己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兵器里面常见的 就是搁和己的那个己 是通那个己 拔下一只己就去追逐银考书 足之的之指代的就是银考书 己大葵 大葵就是大鹿 到了大鹿上 一直追到大鹿上 扶己 扶己 己就是追上赶上 追到大鹿上 结果还是没有赶上 子都鹿 这个子都因为没有赶上 银考书 所以就十分愤怒 有这样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刚才说的这个银考书 为了争夺战车 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这个车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件 给这个鞋 把它给搬走了 给鞋走了 那么这个部件 就是单目车的那个车员 下面是一些这个 古车的单元的车的这个形状 这是一个车的一个简图 一个线图 那么这一部分 单元车的这个车员 就叫舟 右边这是经纹里面的三个车子 经纹里面的三个车子 这些车子的写法 大家都能看得很明白 就是一辆这个车的象形 中间的这都是单目的车员 就是所谓的舟 指的就是这样一个部位 携舟以走 这个走 我们以前学习文言文也都知道了 走 在上古汉语里面 它就是跑的意思 一般的我们也想到这一个词 也经常会系连到 其余的一些表示行走意的一些词 比如行 步 驱 走 奔 那么这一些词在表示行走意上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也可以说他们是居于一个语义场里面的 那么具体上又有 具体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这个市民 东汉时期刘西的市民 里面有一篇市资荣 它里面说徐行曰步 就是走得很 徐徐的走 叫步 急行曰趋 走得快一些 叫趋 急趋曰走 走得尤其的快了 就叫走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跑 那么我们根据他们在这几个词 在古书里面的用法 他们在表示行走意的时候 大概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归纳 就是像行和步 一般的指的都是步行 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走 就今天说的简单的走 当然这个步有时候还强调是徒步 是吧 另外这个趋 趋一般指的就是走得比较快 是快步走 相当于我们说的小跑 小跑 上古汉语里面说的走 这一个就是跑 是今天说的跑 至于跑的一个词 这里也附带说一下 跑的一个词 它本来指的是兽足袍地 比如说这个著名的虎袍拳 虎袍拳 那个袍就是传说是有虎 用虎脑袍拳出来的一个拳言 所以叫虎袍拳 所以这个袍本来指的就是兽足袍地 那么后来因为兽足袍地 这个脚的动作很频繁 是吧 就是后来引申出来 可以表示奔跑意 那么这基本上是唐代以后兴起的一个后起意 当然我们现代汉语表示 跑的时候 就是继承了唐代以来的 用跑这个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至于奔 奔一般指的都是奔跑 它比跑更加强烈的一点 一般都是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样的急事 一些特殊的情况 奔跑 有这样一些区别 我们先行边里面的通论 要讲文字 我们也可以从文字字形上 来看到一些差别 这里列了三个字形 前面两个字形 就是甲骨经文里面走的写法 这第一个字是甲骨 甲骨文里面的走的写法 就是像一个正立的人 两手舞动 两手舞动 就是舞动的频率很高 这个就是表示的是跑的这种 跑的时候 手臂摆动的幅度比较大的这种形象 由于走 也就是今天说的这个跑 它是需要用脚来跑 是吧 用足来跑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脚 在这个上古汉语里面 直接就可以说指 就是停指的指 也就是我们现在写的脚趾的指的这个出文 我们要清楚 就是指 今天说的脚趾的指 这一个词 在上古汉语里面 它指的是整个脚 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脚趾 比如说诗经里面说 林之指 就是指的是林 这种动物的足或者是脚 而不是指它的脚趾 所以这里下面的这个指旁呀 这个指字底 实际上就是表示的是脚 因为跑呢 需要脚来作为这个工具 所以加了这么一个义符 那么后来这个形体演变就形成了 后来我们看到的隶书凯书里面的走 这就是走 那么走呢 是对人的跑的这种形态的一种描摹 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奔 这个是经文里面这个奔的写法 那么上面仍然是一个正立的人 他摆动手臂 这样奔跑的这种形象 但是下面啊 下面刚才说的这个脚 不止比走要多了两只脚 有三只脚 这个实际上就是通过三 三已经是多数了 通过比较多的这个脚的形象 表示奔跑的很急切 这个比走也就是跑的这个程度 要更重一些 我们通过这个字形 也可以有一点简单的了解 这是我们附带说一下 与这个走相关的 与行走意相关的 这个几个词 文献下面说 子都拔己以足之 拔就是拔下来 这个己 就通过刚才说的 这个割己的己 己是古代一种很重要的兵器 那么这一种兵器啊 一般它的特征就是不像鸽那样啊 鸽呢一般是要出一个值啊 就是要出一个鸽头 一般是要出一个鸽头 那么己呢是多之兵啊 就是他出的这个支叉啊 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像这样的一种己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己的形状啊 那么上面呢是可以直刺的 对吧 这旁边的这一个像鸽头的这一部分 可以进行勾刺 那就是有的书也说 这个己实际上就是 可以认为是毛和鸽的一个 这个合体 左边是两件鸽头的象形 右面这一件就是一件完整的己的形象 这个是纳臂的己 完整的整个的己的形象 这里说子都拔己以足之 就是把那个己啊拔起来 然后去追赶这个已经逃跑了的这个营考树 那么既然要拔 那说明这个己啊 可能原来是插在地上 或者是置放在某种这个 就是装己的这样的器具里面的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 魏晋时期的这个嘉玉关三号墓的一幅壁画 这个壁画呢显示的是 是这个军事上的这个营垒的图 中间是大概是中军帐 四周呢有很多的这个小帐篷 每个帐篷前面都有一只己 然后还有盾牌 来在这里进行 都在这里放着 大概呢一旦战事有己 这个士兵马上出来 就可以拿着这个己和盾牌 马上就去参与战斗 这样的己大概就是插在地上 或者是智力在这里的 那么刚才我们虽然说的这个左传里面 是这个比较早的春秋时期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很有可能那个己啊 大概也是插在地上 或者插在某种器具里面的 所以说要说这个拔己 就拔出一只己 马上就去去追赶这个英考树 其大魁 伏己子都怒 这里出现了两个己 出现了两个己 两个己这个词意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分别是对应的两个意向 或者说意味 第一个这个吉大魁 就是到了大路 到了大路 第二个这个伏己呢 伏己指的是没有赶上逃跑的那个英考树 所以这个吉是赶上追上的意思 那么这两个意思 哪一个更接近这个吉本来要表示的意义 也就是他的本意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古文字的字形 这里是甲骨和筋纬里面 吉的两个字形 它上面是一个侧地的人形 下面有一只手 那么这只手肯定不是前面这个人的 应该是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手抓住了前面的这个人 所以吉有抓住 赶上 追上 这样的意思 右边这个筋纬里面的吉也是一样的 所以吉的本意应该是追上赶上的意思 后来进一步隐身 隐身之后有至或者是到达 你赶上了也就到了一个地方 所以有到达的意思 这里就是到了大陆上 没有追上或者没有赶上 英考树 奎 奎 奎这一个词 现代汉语里面已经是 不太用这一个词了 就是它没有什么样的 没有能坦性了 只出现了一些复合词里面 在古汉语里面还是有一定出现的几率的 它表示的是四通八达的道路 就是那种很通畅的大陆 古书以及后来的文灵作品里面经常出现这样的词 就是魁渠或者是渠魁 这个渠也是通达的大陆 比如说九省通渠 是吧 魁渠和渠魁是同意的联用 都是表示四通八达的道路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的 就是福吉的这个福 福吉的福 我们刚才说了福吉 这个吉赶上 要赶上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逃跑的英考树 但是后面没有带知 也没有宾语 前面的一个否定词是福 著名的语言学家丁生树先生 在比较早的时候 大概他是在1935年写过一篇文章 叫是否定词福布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就提出一种观点 认为这个福是不知的合音形式 不知的合音形式 比如说公福许 公福许就相当于公不知许 公不知许 不知许这当然是一个宾语前置了 换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习惯的 现代汉语比较习惯的语序 那就是公不许之 就是公不赞许他 那么同样的道理 按照这种说法 那么福吉就相当于不知己 不知己 这个知呢 指代的就是英考树 换成今天的比较习惯的语序 就是不及之 没有赶上英考树 当然对于否定词的 福和不之间的具体的差别 以及它们的区别的本质 在什么地方 这个学术界还有张瑞 但是这个丁生素提出 福是不知的合音形式 他注意到很多的福 很多词力 福的很多词力 在后面他所带的这个动词 一般接完动词之后 一般就不再带宾语 注意到这种现象 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丁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大家也能看到 才只有26岁 所以说这个人 在年轻时候 只要是善于钻研 也是能发现很多重要的现象 这是这一部分的几个要点 第二段还剩了一句 人还剩了一部分 秋七月 公会其侯 郑伯伐许 到了秋季的七月 卢尹公又会和其侯 郑伯一起来公伐许国 就是因为前面策划 伐许 那么刚才的第二段的前面部分 插了一个 兽兵时发生的一件 郑伯发生的一件小故事 那么现在又开始说 到了秋天的七月 开始来正式讨伐许国 庚尘 父与许 迎考书 取正伯之旗 毛虎 以先登 庚尘这一天 这还是都是甘之忌日 跟甲骨里面 用甘之忌日 是一样的 一脉相承的 庚尘那一天 父与许 这个父 就是父着的意思 父着的意思 那么父着与许 或者父着与许国 与许都 那么具体来说 这个语境下指的意思就是 靠近了许都 或者说破近许都 那么破近之后呢 就要登城 迎考书 这个人 前面他就登战车 是吧 可见这个求战欲非常强 迎考书就取正伯之旗 毛虎 以先登 那么正伯有专用的这个战旗 叫毛虎 这是这个旗旗的名字 迎考书就拿着正伯的 这个叫毛虎的这种旗旗 来争先登城 就是争先恐后的 先去登城 但是呢 这个我们前面这个故事 也已经讲到了 子都 也就是公孙厄 他呢 跟这个 这个迎考书 有仇 这个前面的事情 还没有了结 是吧 所以这个子都呀 就自下设之 在城下 就设 用剑 来设这个迎考书 颠 颠呢 就是颠落 颠允的意思 那迎考书被设之后 就从这个城头 颠允下来 那么这里只是说 颠允下来 根据左段后面的这个 祭司呀 实际上呢 迎考书 颠落下来之后 就摔死了 这个实际上是 很可惜的 侠书营 又以毛虎登 就是这个 前仆后继 郑伯的又一位 大夫 这个侠书营 这一个人 他又拿着毛虎 郑伯的旗帜 毛虎 来登城 周辉而呼曰 周 本来就是周辩的意思 这里指的是 是这个 向四周 向四周 辉是挥舞 向四周挥舞 向四周挥舞 这个旗帜 并且呼曰 并且大声的呼喊 说什么 说军登乙 说正军 我们的国军 已经登上 这个城头了 已经登城了 正师必登 这就是 师之耳目 在乌旗鼓 这个 国军的战旗 上了城头 那么这个军队的战斗力 也就增加了 那么郑伯的军队 就全都登上了 许城 许国 这个应该指的是 许国都城的 这个城 好 下面还有一句 人武废入许 许庄公 并未 人武这一天 就全都进入到 许国 国都里面去 许庄公 这样许庄公 就只好出奔 他只好出奔到了魏国 这样伐许 伐许的事情 就告一段落了 既然许 这个许国的国军 已经逃奔到魏国去 那么接下来 就是怎么样 来处置 许国的这个问题 参与讨伐的 其中的一个 国军 齐侯 齐国的国军 就以许让公 就是把这个许国 来推让给 鲁国的国军 这里既然是 左传 是站在鲁国的视角上 来编的一部 编年体的史书 那么这里面所有的 这个一般常见的 不具体来称的 这些公呀 当然指的都是鲁国的国军 齐侯 就拿这个许国 来推让给 鲁国的国军 鲁尹公 鲁尹公说 君为许不公 故从军讨之 许记扶其罪 以虽君有命 寡人服感欲闻 来与证人 就是鲁尹公 做了一定的推辞 他说 说君为许不公 您说 许国不公 这个公呢 有两说 有两说 一说就是认为这个公 是这个公己的骨字 公己的公的骨字 就是供纳的意思 也就是说 您 七国的国军 您说 许国没有这个供纳 就是把这作为战争的理由 是吧 故从军讨之 所以我们鲁国 跟随在您后面 来一起讨伐许国 这是一说 另外一说 就是把这个公 来读为这个公敬的公 公敬的公 就是不合 不法 不合理法 就是说 七国的国军 您说这个许国呢 他做的不合理法 所以以这为借口 我们跟着您 一起去 一起来讨伐许国 这两说没有太大的 这个 不好说 哪一说就完全正确 哪一说完全错误 是吧 我们就姑且 大家都列在这里 供大家参考 我这里也要强调 就是我们那个 在大学里面 讲授的这个东西呢 有时候可能是 会存有一说的 是吧 我们也会把很多 有分歧的问题 提出来 供大家讨论 这个就是 大家要有一定的 鉴别能力 我们无论说哪一说 都要持之有据 最终呢 我们来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看哪一说更合理 我们再来选择 合理的一说 来作为这个 成熟或者定熟 许记扶其罪矣 虽君有命 寡人浮感欲文 那么你前面是以这样 以不公的借口 来讨伐许国 那么现在许国 已经服罪了 是吧 已经服罪了 这个 记 就是表示 表示完成 已经的意思 虽君有命 即便 您 您有心的 这个命令 您有命 寡人浮感欲文 尽管 您命令我们 或者说 这是一种 这个签词了 是吧 尽管您命令我们 来接收许国 但是呢 寡人浮感欲文 寡人 这当然就是 鲁国国君的 签称 他自称 我却不敢欲文 文 就是文是听命的意思 前面说是有命 后面就是听命 欲 本来是参与的意思 从字面上讲 就是参与听您的命令 实际上表示的意思就是 我不敢听您的这个话 或者听您这个建议 所以这个鲁国就推掉了 这个 把许国 就是七侯 七侯以许让功 鲁国呢 就就把他推掉了 乃与政典 于是就把许国 这个处置权交给了 郑国人 下面这个 第四段 郑博士许大夫百里 奉许书 以居许东先 曰 天获许国 鬼神是不逞于许君 而假守于我寡人 寡人为是一二父兄 不能共义 其敢以许自为功乎 既然交给了郑伯 郑伯来处理 那么郑伯 郑庄公 他就让许国的大夫 许大夫 叫百里的 奉许书 以居许东篇 这个奉是 就是侍奉的意思 侍奉 让许国的大夫 百里来侍奉许书 这个仍然是 是许国自己的 是吧 让许国自己的大夫 来侍奉许国自己的贵族 然后以居许东篇 来居住在许国的 国都的东部 篇 篇本来指的是 不是正宗 篇侧的意思 那么这里具体来指 就是指的许国国都的东部 并且说 天获许国 鬼神是不逞于许君 就是说是上天 降货给许国 鬼神 这里指的就是各种神灵 各种神灵 都不满意许君 成就是满意的意思 得逞心愿 成是满意 快意的意思 各种神灵都不满意许君的作为 而甲守于我寡人 甲守 这个在左传里面也出现过几次 是一个古时的 也算是一个成语 甲守于我寡人 我寡人指的就是 正我自称 他自己我 甲守于我就相当于是 甲我之手 甲是戒的意思 我们学通论的时候 要讲六书里面有一书是甲戒 那么甲也是戒 戒也是甲 这个甲就是戒的意思 甲守于我就相当于是 甲我之手 就是戒我的手 下面说寡人为士一二父兄 不能共义 这个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 兵与前置的句子 我们在后面下册里面 讲语序的时候 还要讲到兵与前置 这里面可以看作是 这句话是 寡人不能 寡人为士一二父兄 不能共义 这个为是一个表示强调的一个词 那么这个士是对一二父兄 对一二父兄的一个父子 不能共义 义是安的意思 杜玉的 我们刚才说过的杜玉的柱 就是说义安也 共义就相当于是相安 这句话实际上是要说的意思是 寡人不能相安 不能相安 跟谁相安呢 不能跟一二父兄相安 一二父兄 一二是吉言其少 就是少数几个父兄 那么这里的父兄指的就是 跟郑伯同姓的一些族人 也就是说 我连自己的很少数的族人 都不能够和平共处 都不能够相安 岂敢以许自为公乎 那又怎么敢 拿许国来作为自己的功绩呢 就是我连自己的一二父兄 都不能相安 就更不敢 以这个异性的许国 来作为自己的功绩 来去治理许国了 那么我们知道 郑国它是基姓 是个基姓国 许国是江姓国 这个是异性的 自己同姓的人 都不能够和平共处 那么异性的 当然就更不敢去 去这个来 来这个直接治理了 这一部分的后面的内容 说寡人有地不能和谐 而是胡其口语四方 其况能久有许乎 无子其奉许书 以怀如此名也 无将使祸也 作无子 这里面涉及到 左段里面前面的一件事情 说寡人有地不能和谐 就是郑庄公说 自己有一个地理 不能和谐 和谐就是和睦 和平相处的意思 这个谐字是一个俗字 是一个俗字 或者说也是 是一个一体字 就是后面写的 这个谐的一体字 我们今天一般都是 都是写这样的字 这个是课本里面的 一个一体字 而使胡其口于四方 胡其口 这里面出现了胡口 我们现在还经常用 这样一个词 胡口的意思就是 靠这个薄周 那么胡本来就是指的 很薄的这个周 胡口就是靠薄周 勉强维持生存的意思 而使胡其口于四方 于四方指的就是在外 在国外 在外面 这样的意思 说我有一个弟弟 都不能够和谐共处 却让他在外面 勉强的维持生存 那么这里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左转的开端的一件大事 所谓的郑伯客转于烟 就郑伯有一个地理 就是史书里面叫做公书段 叫做公书段 公书段当年作乱 作乱之后 郑庄公一开始 没有及时的压制公书段的气焰 反而是任其发展 后来等到公书段作乱很严重的时候 那么郑庄公于是就去讨伐公书段 那么公书段失败之后 就逃跑到了公这个地方 所以他叫公书段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兄弟之间发生的一些矛盾 他这里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连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够和睦相处 其况能久有许乎 更何况能长久的拥有许国呢 这个有是拥有 或者说占领的意思 无子其奉许书 以俯柔此名义 无将是乎也做无子 这个无子 以前学文言文 应该也碰到过这样一个词 那么无子是 就是对对方又亲又尊的 这么一种称呼 我们知道子 是对对方的一种竞称 是吧 这个无本来的意思就是我 第一年生在此的我 他们两个合起来是 对对方的也是一种尊称或者是竞称 但是又比较亲切 是这样一种称呼 无子其奉许书 以俯柔此名义 就是您 或者说就请您奉许书 侍奉许书来 辅柔 辅和柔 这也是一个同意联用 辅是安辅 柔是怀柔 就是请您就去来 侍奉着许书 来安抚这个许国的百姓 无将是货也做无子 我会另外会派货 货就是下面一段 要讲的公孙货 我会让公孙货来辅佐您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义 无将使货也做无子 这是一个句中的语气著词 句中的语气词 它起到的作用 就是起一个提顿的作用 就这里语气上有一点提顿 无将使货也做无子 同时提顿的同时 还起到一种作用 就是引起读者对夏文的注意 就是夏文的这个左无子 就是对货要做的事情的一种阐释 一种说明 还有这样一种作用 这个在下册的语法部分 我们也会讲 好 下面说 若寡林得墨于地 天其以礼 天其以礼 毁祸于许 勿宁资许功 父奉其设计 唯我郑国之有请夜言 如旧昏购 岂能降以相同也 这一段说的稍微有些拗口 我们逐渐的来看一下 若寡林得墨于地 这个就是假使我能够墨于地 这个墨本来就是指的是死亡的意思 死亡的意思 那么表示死亡的这个墨 后世也经常写成这个 左边从一个 我们今天念诞 就是从恶旁的 字书里面念恶 那样的一个墨 那就是一个古金字的关系 是吧 这个三连水的墨是古字 刚才说的那个墨是金字 得墨于地 指的就是得到善终 得到善终 假使我能够得到善终的话 天旗以礼 毁 获于 许 这一句也比较长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语法结构 我们大致可以来做这样一种 对它来做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这里天是主语 后面这个旗是一个虚词 是一个 以礼 就是按照或者依照礼法 是吧 毁 毁 就是对什么什么事情感到后悔 获于许 就是降祸于许国 是吧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天获许国 天降祸许国 因为现在已经惩罚了许国了 是吧 这个上天如果按照礼法 对于他嫁祸或者降祸许国 感到后悔 或者是不再继续降祸许国的话 是吧 就是这样一句话 所以这个分析过它的成分之后 我们就比较好的能够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 无宁 之 许功 复奉其设计 这个无宁就相当于是无乃 恐怕也许的意思 后面这个之 之的用法比较特殊 这个之有始的意思 现在最近几年 新出土或者是新收集到的一些战国的 用处文字写成的一些简书里面 检测里面 也出现过一些这个姿 这些姿从它的用法来看 有几例 也能看出来 就是应该是相当于要迅为始 就是始的意思 无宁 自许功 复奉其设计 这个 自许功 就是始许功 始许功 复奉其设计 复 就是在 从或者是在的意思 复这个字 这个字本来 它的古字的字形 它的处文 只要写右边的这一半就可以了 是吧 就在古文字里面 只要写这一半就可以了 后来因为复经常来表示 往复的复 往复 往来的复 所以左边加了一个 表示行走的偏方 这个翅膀 就形成这样一种形体 另外复还可以表示 重复 因为一开始 它可以表示 重叠的 重叠的一物 是吧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 从一复生的字 从一复生的字 那么从次复生的字 和从一复生的字 到了简化汉字里面 都进行了归并 都简化为 我们现在只写的 这一边的 复奉其设计 奉 这个奉的本来的意思 还是跟刚才说的奉许书一样 是侍奉的意思 设计指的就是设计之神 知许公复奉其设计 就是说使许公重新来 侍奉设计之神 言外之意就是说 让许公重掌国政 或者重植国政 下面说 唯我正国 自有请业言 如旧昏购 岂能降以相同也 这一句话的理解 也有一些分歧 我们现在就 只是介绍其中的一说 比如这个白话左传 刚才说的杨博俊 跟徐提先生的翻译 他就说 那时候只要我正国 唯我正国 自有请业言 对许国有所请求 这个请和业 都是请的意思 业也是请的意思 如旧昏购 可能还是会像 对待老亲戚一样 这个昏购 指的就是联姻 姻亲的意思 前面这一个昏 这个昏 就是昏姻的昏的古字 我们知道 这个古时 比较早的时候 这个 在尤其是远古时期 这个昏 有一种抢昏的习俗 在黄昏的时候 去抢昏 所以后来 就把这个 婚姻的这个昏 就用这个黄昏的昏 来表示 后来又因为这个婚姻 都是跟这个女子 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旁边又加了一个女旁 形成了我们现在写的 这个婚姻的婚 这样就是黄昏的这个婚字 跟我们现在常写的 这个婚姻的婚字 就构成了古字和金字的关系 也是我们通灵里面 讲的古金字的一种 如旧昏购 这个旧 老或者是长久的意思 老的或者长久的意思 旧好像是老的这种殷勤关系 这样 所以我们泛泛的说 就是旧好像是老亲戚一样 岂能降以相同也 也能够 这个降格 而同意 相同就是来 这个顺同我们的意思 是吧 也会降格同意 所以他这个 这个有这样一种翻译 这个呢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就姑且来说这么一种说法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